好那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RAW15第15段的地方 那各位你现在可以看一下你的麻花应该要是顺顺的 所谓的顺顺的就是它是对称的 这边是往这个方向那这边是往这个方向 然后这边呢它是这样子交叉一直进来的 所以如果你这边有往外的那就是你扭错方向了 那我会建议在每织完一个段落之后呢 稍微停下来看一下你的麻花方向是不是正确 这样子在还能补救的时候可以去补救它 如果你知道很后面很大一片你可能就会觉得很累 不想拆然后补救上也比较困难 所以呢在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呢停下来 然后把支片平放的自己看一下 OK